刚才羽然郡主是说 她凶了狮子你 我和羽然 其实在成婚前 就已经写好修书了 我们成婚 是因为百里国主 抓了我们的一位朋友 她逼我和羽然成婚 说只有这样 她才会免去 我们朋友的罪责 百里国主 是个很精明的人 她表面上很靠近姑姑 心里却有自己的图谋 她是想要让天驱武士团 为夏唐所用 所以才用一纸婚约 困住了世子你 还让自己 跟亲阳的节目也更稳了 公主殿下 真是聪慧过人 世子不要再夸我聪明了 听多了 根本有些尴尬 归尘言辞笨拙 皇公子见面 你夸羽然郡主 也都是同一句吗 我好像 没有夸过羽然 郡主人生不漂亮 性格又聪慧可爱 有这么多可以夸奖的地方 都找不到合适的言辞 不是 是没找到合适的时间 也讨论 感谢观看